好的,主席还有各位我们的同仁以及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今天是我们善后小组查账的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我们会等一下把相关的查账明细又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首先先说一下我们现在查账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所有支柱凭证 其实都在,目前都在检调扣案中 所以我们完全是按照我们留下的副本 还有我们上个星期去调查局引运回来的一些相关的单据 来做比对,那比对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的留存的单据 跟监察院申报的资料来做核对 那核对出来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大概两个多礼拜我们针对我们比对的 还有我们上个星期去调查局引运回来的一些相关的单据 来做比对,那比对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的留存的单据 跟监察院申报的资料来做核对 那核对出来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大概两个多礼拜我们针对我们比对的结果 来做今天的说明 这个是事情一发生在8月9号当天 发现了非常多的厂商有所谓的被虚报不实 当时以为有9笔,4家公司 后来经过我们清查之后是7笔 7笔分别列在4家公司里面 总共漏报,虚报的金额是19164,310亿元 它分列在4家公司有7笔的暴障 但是这7笔都没有任何的发表资料 这就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事 会计师自行调节的金额 那我们经过我们两个多礼拜的比对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关的单据 事实上有在我们竞选总部留存的单据里面 都是有凭证的 而且是有实际支出的金额里面 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支出 它没有去提报 就叫做支出漏报 支出漏报的部分 有单据,有凭证,有支出 没有报上去监察院系统有210笔 金额高达16239,963元 这个部分是没有报到监察院系统 另外还有支出短报 什么是短报 就是我花了100块 它只报50块 那这样的情况是也有将近130笔 那我们一一的比对相关支出凭证 我这边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从这边开始 我们是把所有大额的部分先做个说明 第一个是像这张500万的支出 2023年7月就开了发票 这张完全没有报到监察院的申报系统 第二张400万 它是2024年的1月 它有发票 400万它报350 所以短差了50万 第三笔 这笔 174万3000有两张发票加起来 可是申报出来的金额是174300 也就是它直接少打一个零 所以又短报了100多万 接下来就是170万 142万 126万 120万 这些都没有报上去 所以才会累积到最后支出漏报高达1600万 这边目前我们列出来的都是漏报或短报的相关资料 这些我们都会向监察院进行补证跟撤销原来那个虚报的资料 好 所以政治现金的专户里面的实际运用的金额 我们已经确定这些金额都已经用在选物的上面 而且都有实际的支出 也拿到相关的凭证 这些凭证 我们不需要去做虚报的动作 但是会计是因为它当时已经申报期限戒制 非常的赶 而且我们最后一个月其实我们相关的收入捐款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人力不足 它也来不及处理或回去看所谓的漏报 所以它完全没有再去做检查 就用虚报的方式 这就是调节的项目 虚报的金额是1916万4310亿元 但我们三后小组清查完毕之后 有单据却漏报又短报的金额 加起来是1937万5409元 这两个金额几乎是相近的 所以金额相近 没有任何一笔钱是被挪用 或者是不见 那现在我们会把这些单据全部整理好 将来我们也会向监察院办理补证 也会撤销原来被虚报的金额 所以这些相关的金额内容 都会在我们接下去的补证上面 会进行相关的程序 第一阶段是我们在内部机制的做个检讨 整个过程里面在竞选总部 当时我们人力比较吃紧 所以财务部门原则上是独立的作业 那他负责募款小物的处理 还有相关的财务作业 并没有所谓的监控跟复查的机制 第二个我们各个部门的勤款流程 为了选举的效率 所以我们由财务部直接核销也缺乏了审查的机制 第三个是财务部将政治现金所有的收支凭证 委外善打上传申报也没有进行复查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缺失 第四个 会计师在申报戒期前 就存款余额跟支出凭证的短差 他没有再去对所谓的支出凭证有无漏失 而自行调节造成了最大的错误 第五个 我们经过清查比对 找到的单据就高达1900多万 没有上传 那财务部在他申报之后 或申报之前都没有经过复查 所以造成今天这样大的错误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 针对清查结果之后 我们先做的内部检讨 那大家都会问说 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做 这些单据比对完了之后 我们一样还是必须接受检验 因为我们将来要去监察院申报 一样要接受检验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会请第三方会计师来进行查核 那最后因为我们的相关会计师 我们也需要他来做签证来申报 这些程序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速 检调针对这个案子 赶快有个结果跟处理 把我们的凭证交还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 所谓会计师查核跟申报的工作 那接下来是现在检调也希望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对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会向调查局来做回报 那第四最后一步一定要做的是 就是在监察院 补证我们所有的申报程序 第一个要撤销虚报 第二个要补证漏报 第三个要更正误报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查账的结果是 在台湾民众党这一次总统大选的竞选 政治现金专户 目前为止我们查账的结果 并没有任何钱去向不明 而都在我们的单据里面 每一笔钱我们现在都一一的在做比对 所以就目前为止 虚报的金额完全没有虚报的必要 而是在申报的过程中 便宜形势造成了今天这么大的误会 以上 好你刚刚看到的就是黄珊珊的这个简报 他针对的就是我们现阶段 查账接下来的后续事宜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的是当时时任的副总干事 来针对第二阶段清查禁总 跟木可往来的账务 有请陈志涵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报告 除了短收还有这个短报 虚报的账务之外 我们上后小组也全面清查了很多外界的质疑 很多的支出项目到底有没有必要 以及跟木可之间的往来账务关系 首先可以大家看到 上后小组呢将 竞选总部支出给木可的项目逐一列出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总共有16笔的款项进出 当中有一笔是木可公司 捐赠给竞选总部的100万元 但是因为当年度木可公司它不符合捐款的条件 因此把它退回 其他的15笔都是由竞选总部支出给木可公司 我们将比较大笔的项目 把它做一个分类的统计 其中在商品的部分是1000多万的支出 另外有影音制作 租车 还有一笔授权金 这笔授权金过去在媒体上 大家都所讨论 为何会有高达1500万元的授权金 这笔金额也是上后小组非常想要了解的一个项目来源 如果要了解这个授权金 我们首先必须要先了解到 柯文哲竞选总部跟木可之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 好请各位稍等我们一下 好让他们简报重新连线一下 还要吗 不好意思 設備問題 我們現在換一台電腦 試試看 好的 那等一下就麻煩同仁幫我換一下下一張簡報 好 剛剛已經提到了 我們察覺到支付給木可的總共有16筆 包含一筆退回的款項 那麼總共是15筆的款項總計是3200多萬元 麻煩請下一張 把它分為四大支出項目 其中也有筆授權金 上奧小組認為這個授權金似乎有過高的一個狀況 下一樣 為何會有這麼高的授權金 首先我們必須先從柯文哲主席還有木可公司 以及競選總部三方的關係開始說起 在大選期間其實有非常多的外部廠商 來跟競總聯繫 希望能夠取得競總或者是柯文哲主席本人的授權 要來製作競選小物 那麼我們同時也有非常多的協助選戰的需求 包含行銷 宣傳等等的事宜 那麼2022年的時候 木可公司成立 他的董事長是李文娟女士 那麼當時呢 柯文哲就將他自己的肖像權授權給木可公司 也就是委託木可公司來統一對外來進行相關外部廠商的一些小物的授權 要有這個肖像權的授權 才能夠進行小物的製作的事宜 那麼同一時間呢 在2023年的5月20號的時候 競選總部成立了 競選總部成立 我們也需要木可公司來協助很多選戰相關的需求 因此 在競選總部這邊跟木可公司也訂立了一個契約 雙方是一個友好合作的關係 也就是由木可公司來協助我們做很多的公關 還有宣傳跟小物兌換等等 比較一些繁瑣的一些事物 唯由木可公司來協助處理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需要給他一些作業處理費 以及授權或者是委託金額的原因 下一頁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這個時間流跟大家進行一個報告 剛剛已經提到了有兩個約 第一個約是柯文哲主席授權他個人的肖像給木可公司 另外一個約是木可公司跟競選總部之間簽訂的一個合作的契約 那麼柯文哲主席他授權給木可公司全權處理他的肖像權 因此他也收取了肖像權的費用 從去年一直到今年總計是450萬元 這個450萬元 柯文哲主席當時就是設定 這些肖像權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本來就是要回饋黨務 所以全部用於民眾黨的事物 以及捐助給公益使用 另外呢 在我剛提到的2023年5月成立了競選辦公室 開立了政治現金專戶之後 也委託木可公司來協助我們處理捐款小物 還有呢 外部宣傳等等的事宜 所以當時競選總部跟木可公司也簽了一個約 這個約是競總呢 會提拨銷售的總額 也就是這個小物的銷售總額 不高於10%來給木可公司作為授權的費用 但是這個授權費用為何會高達1500萬元 在整個查賬的過程當中 商務小組也不斷的詢問木可公司 到底這個授權費用的來源 還有一些項目以及憑證 希望能夠完整的出事 因此我們發現了木可公司還有競選總部對於授權金的理解 出現了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請下一頁 這邊是我們跟他 競選總部跟木可公司合約的內容 也就是針對斗內換小物 委託他們來處理管理相關的費用 麻煩下一頁 再下一頁 好 這一頁就是來自於合約的爭議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整個政治現金主要分為兩塊 一塊是純粹的捐款 純粹的捐款指的就是支持者 他要用不管是現金或者是信用卡 匯款等等方式 可以直接進入到政治現金的賬戶 直接給候選人 而另外一塊呢 是所謂的斗內換小物 這個斗內換小物的意思就是藉由一個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上去斗內了之後 可以換取相關的小物作為紀念品 當中的落差就出現在這邊 競選總部製作小物的成本 大約是一千四百萬元 按照契約上頭的精神 原本設定的是這些小物的成本的總額 將近一千四百萬元的百分之十 也就是大約是一百四十萬元 是可以提供給木可公司 作為授權管理費 但是木可公司卻認定為 是整個全部斗內換小物 在第三方平台上所有的金額 也就是高達一點五億元 乘以百分之十 也就是一千五百萬元 當中的落差就在這邊 競總主張一百三十九點九萬元 木可主張授權金是一千五百萬元 這當中的落差 我們感到無法接受 下一頁 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合約的內容當中 木可公司主張的是 他們的作業管理費值的是 整個均款換小物在第三方平台上 所有產生的 木款總額的百分之十 而競選總部的主張是 小物總值的百分之十作為作業的管理費 因此下一個階段 商業小組要求 請下一頁 我們要求木可公司應該要退回 爭議的款項一千三百六十萬元 也就是我們委託他們處理的作業費 應該是小物成本的百分之十 大約是一百四十萬元 他們總共向競選總部收取的一千五百萬 應該要減掉一百三十九點九萬元 因此必須要返還一百三十 一千三百六十萬元這樣子的金額 下一頁 好 接下來就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求木可公司必須要返還一收的金額 除了這個授權金之外 其他相關的交易往來的紀錄以及憑證 我們也要求木可公司必須要禁速的出事 委由雙方的律師代為處理後續的爭議 並且禁速返還爭議的款項 謝謝大家 好 那麼你剛剛看到的就是我們針對 除了政治獻金查賬的部分 還有針對木可的金流往來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很清楚的要跟大家支持者們 還有我們社會大眾來清楚交代 到底我們的這一段時間 遇到的問題跟狀況 台灣民眾黨絕對不會將任何一毛錢 任何一個支持者的捐款 拿來做不當的使用 不當的利用 那我們在這個時間 也要有請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上臺 來為大家說明 我們在這段時間查賬完之後 台灣民眾黨接下來會繼續如何的往前進 有請主席 好 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好 2024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的風波 還有後來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 重創了本人跟台灣民眾黨的聲譽 形象 也造成各界紛擾 特別是也讓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朋友們失望 我在這地方還是要表達一個抱歉 政治獻金申報的部分 一發現問題我就下令要徹查 經過剛才的解釋 大家應該都有初步的了解 全都在了 他只是會計師登入錯誤 還有我們這邊沒有附和 造成了這個烏龍 這是我們調查結果 不過當然進一步還是要接受外部的集合 在得到簽證以後再去向監察院做補證 還有先調查局報告我們的調查結果 這次的事件 我還是要負責最大的責任 因為我錯在完全的信賴跟信任 來錢款的 只要財務長簽合就放行了 也沒有這個審查跟集合的機制 台灣民眾黨從創黨之初 可以說是舉步違建 我們常常跟台灣的中小企業在一開始發展的一樣 要一個人身兼素質 這次的大選 我們敬總財務長李文中的妹妹 是副科的董事長 但是他同時也兼任淨總的出納跟會計 原本想要節省人力 結果變成沒有監督 我們賠掉了整個財政紀律 也讓大家失去對柯文哲跟民眾黨的信任 我的錯誤 常常在只看到這個需要 沒有去考慮到他的後續的後果 台灣民眾黨需要在立法院附近有一個國會辦公室 這已經是這多年來我們都知道我們有這個需要 希望一個辦公室可以穩定的經營黨 特別是我們目前包括智庫、協會、基金會都還在中央黨部裡面 這本來就應該要分開來 所以我當時才會用選舉後的選舉補助款 去買一個辦公室 要給台灣民眾黨作為國會辦公室使用 但是我都沒有想到說這個動作常常會引起這種很多的誤解 還有這個負面的觀感 這是我個人私利不足的這種壞習慣 這是我要面對的責任 因為這個種種的錯誤 我幾經思考 我還是要向黨請假三個月 自動申請調查 我個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還能不能帶領台灣民眾黨 到底還能不能給我們的支持者一個願景 還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在這個地方我要向支持者跟團隊說一聲抱歉 你們都辛苦了 這段時間你們出門會面對很多的責難 甚至哀罵 但是你們都還努力不懈 因為我知道你們對台灣還是抱著一份憧憬 有一份熱情 希望台灣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我也要向所有的小草們說一聲抱歉 我這一路其實非常努力 我可以說是日夜工作 不想讓大家失望 也希望說台灣的改變可以更快 但是在過程中自己亂的腳步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省事檢用捐出來的每一塊錢 每一個支持的行動我都非常的珍惜 我從來沒有貪圖個人的享受 也沒有想到說因為我的舒服還有草率 辜負著大家對我的信任 你們的憤怒不滿責難我都要蓋瓜承受 接下來的三個月 我會靜待黨內的調查結果 我也好好思考 怎麼替台灣繼續服務 我也想在這個地方拜託大家 請大家給台灣民眾黨優秀的黨公子 還有我的夥伴們一個公平發展的機會 因為他們已經因為我承受太多的壓力跟責難 他們都在為了一個更好的台灣而努力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走出這個風暴這個困難 台灣民眾黨不會是一人政黨 我們一路的努力也不會就此化為烏有 台灣民眾黨的夥伴們 我們大家堅定的走下去 台灣好不容易才點燃了這個改革的火苗 不可以因為我或少數幾個人的錯誤 就讓它消滅了 我們要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柯文哲主席 還要跟大家說明我們第三勢力 不會在這一次的錯誤當中而熄滅 我們還會持續的努力 我們也會持續的向支持者交代 那現在這個時間我們請主席在台上接受媒體的聯訪 那因為現場收音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媒體朋友們就用我們在左方的這個麥克風來提問 好 有哪一位要先嗎 好 請媒體朋友們等一下在發問的時候 把我們做電視台的這個唱名 好 來台視先 主席好 台視提問想問一下 因為您剛剛直接宣布說您要請假三個月 不過你可以看到現場有許多的支持者 那另外黨內基層也是蠻多聲音是勸說 希望你不要請假 因為大家可能會擔心說如果民眾黨群和無首的話 後續該怎麼辦 那另外您有沒有想好這個代理的人選 謝謝 第一點齁 我們是已經有初步的調查結果 不過這是我們自己的調查結果 我認為還是要接受黨內中評會的調查 甚至外面第三方的一個審查 那我如果站在這個黨主席的位置上面 也不方便大家做調查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可以下來 讓他們可以做一個比較公正 或是比較沒有壓力的調查 還有一點齁 我也認為我需要想一想 我們這麼十年來的努力 一定有什麼地方有出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還在反省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來反省 還有一點齁 台灣民眾黨從一人政黨出發 但是絕對不會因為一人政黨結束 我對我們整個黨的能量是有信心的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讓這個QA繼續好 這個進電視 那剛才有針對這個木可跟總部的關係做過說明 不過還是想請教的是 木可在政治獻金這個部分 為什麼也可以管理 因為之前有這個黨部的志工 他說在政治獻金是會交由木可處理 那麼在黨中央在選舉過後 為什麼也會找這個組織部的成員 會跟地方黨員要求要設立相關的據點 而且是有談到會有分潤的這個情況 那麼在您的商辦的部分 這個租金因為現在還是在您的名下 是不是會有信託這方面的考量 租金會不會進到您個人的賬戶 謝謝 第一點我們要很誠實的講 台民眾黨終究在現在一段還是一個小黨 我們真的是一人身兼素質 所以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財務長李文中她自己的妹妹是木可的董事長 可是她同時也是兼任財務部的會計 所以我曾經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個支持者 她說她在政權總部怎麼看到收政治獻金的人是木可人 其實這句話是錯的 事實的真相是她們根本就同一組人 所以她們有時候跑來這邊賣小物的時候她叫木可公司人 等到跑到那邊去收政治獻金的時候她變成財務部的工作人員 所以這的確是因為這樣才讓這個整個內部沒有一種介面還有一個審查機制 這是我們犯的錯誤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檢討的時候如果重來一遍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應該要有財務監督委員會 事實上我們在中央黨部也有 可是因為中央黨部她那個是比方說三個月才開一次會 可是在打選戰的時候她速度太快了 她不可能在等什麼批准再來撥款 所以當時為了快速你知道 就讓這個財務部財務長只要她簽合了錢就給下去 但是這樣啦我也想過如果重來一遍你知道 我們財務監督委員會應該還是要設立 但是她也不是說每一個支出都要財務監督委員會同意 而是應該但是至少她要做到定期的事後審查 比方說每一個月如果緊急的話是不是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開一次會 再把這幾個禮拜的制度再看一遍 如果這個制度的話會搞到最後這樣一塌糊塗 還有一點啦我們現在很誠實的面對 我們當時就是因為缺少人力 所以整個燈打全部外包 而且最可怕的是我們竟然完全沒有double check 這是我們犯的錯誤 那你剛才還有講哪一條 商辦 商辦是這樣啦 第一點喔 在買的時候你知道喔 因為她本來就在租人 那所以你不能說 我只好他們在行話叫什麼 什麼買賣不破租人 有這個說法 意思就是說如果還在租人 你必須要等到這個 她的這個租約的期限到了才可以停掉 所以事實就是這樣 那 反正這個本來就是要做為台灣民眾黨 國會辦公室使用 事實上我剛才講過我們的智庫、基金會、協會 還是要找一個地方放 不能永遠都說全部擺在中央黨部裡面 所以還是要在立法院附近 要設一個辦公室 那自己 雖然我們已經決定 本來就決定了給台灣民眾黨使用 但是到底法律程序要怎麼做 這個我們有找律師正在辦理 好來TPPS TPPS提問想請教主席 因為剛才宣布請假三個月嗎 不過按照這個黨規的部分是說 如果無法行使職權的話 代理的人應該是由中央委員來票選出來 那有預計大概是什麼時候會舉行這樣的會議嗎 以及說主席你也是中央委員 那你有的屬意的人選嗎 然後另外一提示想請問就是說 剛才有講到說要入可追回一千三百多萬現金 不過他現在已經沒有在營業了 那之前也說這些收益會捐作公益 那會不會擔心說這一千三百萬更逃不回來 謝謝 好謝謝 有關科主席請假之後 這個台灣民眾黨後續的因應也跟各位報告 依照這個台灣民眾黨的章程 那中央黨部作為幕僚單位 會儘快邀請中央委員以及中央評議委員 兩個單位會商之後 這個盡速會商 然後做下一步的決定 以上 他做下一題是 下一題是這個有關 木可 這是這樣啦 因為木可也是一個獨立的公司 你知道齁 所以還是 也不是我們講的就算了 所以雙方的律師現在還在走法律程序 我倒覺得這樣啦 有爭議 既然雙方都有律師 走一個法律程序去解決 對 好來 中天 主席還是要請教一下 因為您說您自請中央委員調查 但審查的標準是什麼 如果你後續在金華城案 遭到可能生意啊 甚至起訴 會直接請辭甚至是自行開除嗎 那另外您好像還沒有回答到說 您屬意的人選 以及說有沒有代理人 那另外一題是說 這四千三百萬的這個商辦 當初為什麼不是直接掛在民眾黨的名義之下 而且當初你們的回答是說 這是作為您的個人辦公室使用 但現在卻改口說是作為國會辦公室 這是昨天開會之後討論出來的結果嗎 我來說明一下 台灣民眾黨一開始設立的時候 建立的時候 他很多制度都是參考民進黨的 那當時民進黨有規定 只要是黨提名的候選人 不管有當選沒當選 在選後 他的那個選舉補助款的三分之一 必須交給中央黨部 那在好多年前 台灣民眾黨開始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當時都在講說 我們民眾黨 找人選舉都很困難的 還跟他要三分之一的選舉補助款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 三分之一必須繳工的這個規則拿掉 但是拿掉的時候 最後我們只保留總統副總統這個項目 還是要繳固三分之一 因為當時認為說這個選總統副總統 這金額比較大 而且這個常常要全黨去努力 所以這個項目就保留下來 所以今年在選舉完的時候 坦白講 是我們中央黨部的財務長 他就按照那個 我們當時 我也查過 我們這條規範 不是今年才訂的 他是在20 我為了這次的事件 我們特別去把條文拿出來看 他是2021年的3月3號 台灣民眾黨中央委員會 就通過一個規章 所以在選完的時候 你知道 我們的財務長就自動自發 按照條文就 寄到我的帳戶去 再選後大概一個多月 那我拿到這個錢 想說這個錢 我們也不可能把它吞掉 當時想說 其實一開始沒有錯 其實我跟你講 有時候明白講 現階段 我就是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 所以那個國會辦公室 也是我會去用的 就是這樣 所以不管是我的辦公室 但是我的辦公室 一定是給台灣民眾黨 在那個地方 當那個 在現階段的國會辦公室使用 所以這兩個也是沒有衝突 故事就是這樣 剛剛有提問的這個 有關 黨內的規章 民眾黨的中央評議委員會 作為黨內行使職權的機關 那我們已經多次表達 一定會依照 台灣民眾黨基地評議裁決 準則相關的規定辦理 那任何一位黨員 那都要接受黨的規範 第二 這個請假是否適用這個 所謂的代理主席 依照我們的規定是放在黨章裡面是 互推 所以並沒有柯主席指定的這件事情 以上 好 來 1電視 想跟主席進去詢問一下這個商辦的部分 就是說 當時是怎麼會挑這一間的 那是有屋主還是有仲介的介紹嗎 然後因為大家就質疑說 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召集買的關係 所以 因為他們的合約是到明年4月 為什麼會挑這個 還有租約的情況下的房屋來購買 至於外界還有再質疑說 是不是有買貴的情況 對 謝謝 買貴不可能啦 一定是買比較便宜 你要覺得貴就不會去買 當時會買這個是剛好 為什麼租約還在的時候就去買 因為剛好那個屋主急著要脫手 因為他們要全家移民到美國去 哪一國我不知道 我知道要移民出去 所以他就急著脫手 所以純粹就是一個買賣行為 只是買的時候 還有租認的企業在 就這樣 好 東森 就是那後續追問一下就是說 關於這個商辦 您當初買的時候都沒有想過 登記在自己的民意家會引發後續外界的觀感不在問題嗎 另外就是說 這商辦的租金後續您會怎麼來使用 以及說就是從去年申報的這種房產跟土地 到現在 其實現在為止 想請教一下說主席您名下跟您的家人身邊 是否還有其他沒有被爆出的房產主席 有沒有要趁這一次來說明一下 以及後續7300萬元的這個選舉補助款 剩下的將近有3000萬左右的金額 後續會怎麼來運用 第一點喔 剛才有講過 這就是我的行事風格錯誤的地方 我常常只看到說有需要就去做 坦白講喔 雖然從政十年 我還不是那種所謂什麼很圓融的 或者比較世故的政治家 所以只看到說 我們台灣民眾黨現在需要一個在立法院旁邊 需要一個辦公室就去買 不會去想到說 如果是其他政黨的 他們就想要把錢先轉到基金會 再轉到協會 再繞一手去買 所以我們的思緒 我的思緒很簡單 有需要就直接買 坦白講 用我個人的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因為你除非不選 你只要一選舉就需要財產申報 反正被看到 那你還講說 那個財產有增加多少 這個是這樣 你如果要比照那個 選舉前財產申報 要再做一次也沒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 反正選舉就是選舉 在選舉前已經有申報過財產 選後就只有增加這個 還有其他的嗎 沒有 也沒有那麼多錢 隨時增加財產突然 天上報掉下來 你剛才問哪一條 這個是這樣 7300萬 擴掉4300萬 還有3000萬 這個我已經決定了 這錢還是專款專用 因為整個國外辦公室 甚至我的辦公室 不管是我的辦公室 他還是需要這個 運作的費用 人員運作費用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會 我正在 因為是這樣 這個錢要怎麼讓這個 中央黨部可以統籌運用 包括那個 那個 我也會順便說 這個房子要給黨用 那這個錢要給黨 可以統一指揮 到底是要信託怎麼弄 這個我還是要找律師 來做一個規劃 所以這個會讓律師來處理 好 來華視 主席華視提問 想要跟您請教 當初怎麼會跟木可公司簽訂這兩份合約 是您自己簽的嗎 另外剛剛有提到這小物的斗內金額 是1.5億的金流 目前是在木可公司嗎 因為就算扣掉1500萬的管理費 那剩下的錢有回捐給政黨 還是在木可公司 謝謝 一開始我講過 為什麼會有木可公司簽約 就在2022年 就已經到一年半前 年底 在2022年年底的時候 有很多做紀念品的公司來找 他們要出那個 柯文哲的那種 有關的紀念品 要去賣 我說哪有可能跟每一家去簽約 所以乾脆就找一家 我全部授錢給他 那給他去處理 對我來講是省掉麻煩 早就一家統一處理 所以這是木可公司成立的理由 那這個剛才這個 我們跟木可現在爭議都在這個地方 你要知道我們在去年5月20號 成立這個競捲帳戶的時候 我們第一波是 有做了三波 捐款換小物 有沒有印象 就是說你捐錢來 我送你東西 一開始並不是買賣 那捐款換東西 當然 所以我們後來整個算過 我們大概募到了1.5億 就這三波 但是我們這個物價的總成本是1500萬 他說1400萬 那 這就雙方的認知落差 我在想說我1400萬的這東西 你說管理費 應該嘛 因為你要幫忙這個要寄東西 還有收入服務 還有倉儲 你收個10%合理 但是你不可以把我整個 那個捐款的收入1.5億算作是你的父母 所以他抽10% 所以這個就是目前有正義的地方 不過這樣 這也是我們今天要檢討自己的地方 整本帳簿你知道嗎 除了李文中財務部以外 我們其他人都沒看過 因為我們就想說 就相信他去處理 所以這也是一樣 我們每次在講說 我們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個人 結果我自己犯了這個錯誤 我最後就是相信個人 如果有個制度的話 今天不會搞成這樣 錢是這樣 錢是這樣 我們去年總共這個競選總部 募得將近4億 其中1.5億就是前三波的這個捐款換小物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捐款是在最後一個月進來 最後一個月才大量進來 所以那個錢就是在競選總部裡面 那支出已經支出3億多了 那個平面媒體給他們一點機會好了 是聯合嗎 好 自由幫我們報一下 自由時報提問 剛剛主席有提到說 這次大選 進總的財務長妹妹 就是李文娟 是牧可董事長 同時兼任進總的出納跟會計 這個意思就是代表說 李文娟應該說代表說 牧可就是寄生在科進總嗎 因為他兼任了兩個地方的職務 不要說寄生 就是 其實我跟你講就是 就是有就是忙的時候 你知道嗎 牧可不是跑去支援 那個財務部的工作 我今天也是明白講 他就是一人身兼素質嘛 就是這樣 就好像那個中小七月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爸爸 爸爸是店長 媽媽是財務兼那個廣告 兒子是送後先分收款 所以一人兼素質 所以後來出現了角色衝突 我一開始承認這是我們的錯誤 就是一個公司 一人政黨公司不分 好我們還是給中央社 中央社 中央社 對不起 平面再給他們一點 喂 中央社提問就是說 因為大家還是蠻關心 民眾黨未來會由誰帶領 那因為是代理主席由中央委員 互推 那因為包含國昌委員也是中央委員 不過國昌委員 當時加入民眾黨又跟主席一約說 他不會介入黨務 那是他不會參加這個互推嗎 對 那主席你會怎麼來評估這件事情 那另外是說 三三委員之前有說 您會留到補證完為止 那這個意思是說 你會有所去留嗎 好先回答第一題 這個依黨章的規定 只有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的時候 才有互推代理的問題 那 站在中央黨部立場 有權解釋黨 特別開程布公說 我們中央黨部作為幕僚單位 會邀請 中平會跟中央委員會來會商下一步 以上 那黃國昌委員我沒有辦法代替他回答 我的任務是善後小組 是這個競選總部競選基金所有的任務要完成 所以這個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自己已經民眾黨已經做相關的處分 我會做好我該做的工作 好 您是 主席想請教殺金華城的部分 因為衛京集團 他是有發聲明說 好歌時期是有人來所會 那我有擔心說 現在檢調下一個就會查到你 那外界也質疑說 便當會究竟開了幾次 還有說就是前立委高家瑜 他有提到說 就是您有到桃豬影員接待所唱歌 那是不是跟沈慶晶有其他不當往來 第一點喔 那個 我昨天看那個沈慶晶的聲明 他說科事務時代也有人跟他所會 還透過中間人 我跟你講 我要是知道誰的話 我當時就自己處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也是嚇一跳 不過是這樣 既然這個沈慶晶已經在地檢署了 他也發這種聲明 他就直接跟檢察官講 到底是誰 那也希望檢察官就直接去徹查就好 那 我從來不會否認說 我認識沈慶晶 我當台北市長這麼多年來 很多這種 對我來講 財團老闆也是 就是一個市民 所以遇到這還是有 我從來不會去否認 所以有去唱歌 有他請過我一次 那是選後的 選後 選後 他當我說選不住 給你慰勞一下 就這樣 那一次 一次 還有什麼要問的 好來 三立 主席好 三立提問 延續剛剛那個金華城的題目 因為現在過去你曾經說過 政商關係有如刀叉吃人肉 怎麼看現在這句話又被翻出來 另外想繼續追問4300萬的商辦 有提到說目前是會以信託的方式 那是公益信託還是私益信託 另外 在這段時間有跟租客收租嗎 那這筆錢會捐出來還是怎麼樣 其實齁 我跟你講 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 專業還是找專業處理的 因為後來才知道 老實講 我做一個醫生 還不知道信託還有分什麼公益信託 一般信託什麼信託一大堆的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要給台灣民眾黨使用 就這樣 那個律師會去評估 到底要怎麼弄會比較恰當 還有一點啦齁 如果既然是處理的話 那現在這個收的錢也一樣 會給台灣民眾黨去用 這沒問題 所以不用想太多 那清華城那件事情齁 我態度是一樣啦 議員 有來便當會 有來參加 他有什麼 需求 有什麼陳情事件 對我來講 我全部公開透明 而且我都有會議紀錄 所以對我來講 都坦蕩蕩 反正不管誰來 都有會議紀錄 他拜託什麼 他在陳情什麼事情 我們就寫下來 轉哪一個局處去辦理 就這樣 一切依法行政 我想 有跑過台北市政府的記者都知道 他們一定不會說 長官要交代做什麼 因為我最常講的一句話 大家就依法行政 該什麼就怎麼做 只是動作快一點 就這樣而已 好 來 自由 對 來 自由提問 就是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主席有提到 就是李文娟同時在禁總跟募可工作 那他的哥哥李文中 因為民眾黨去年的開箱記者會新聞稿 就是民載李文中的身分是募可董事 然後有前志工朱慧榮說 李文中自稱自己是募可董事長 跟禁總財務長 那是不是其實募可背後的老闆 其實就是李文中 那李文娟只是掛名 所以這樣 對我來講 其實募可就是一個友好的外付公司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來幫助我們處理一些選舉的時候的雜物 就這樣 這對我來講是這樣 至於說他們 這我還有點啦 我不能替募可公司來回答問題 好 台市嗎 好 詳細小主席就是現在這個募可公司 因為這個合約 雙方理解的金額不一樣 那會不會覺得募可公司是想要從你身上獲利 那您剛剛說會挽由這個律師來處理 那接下來是要提告嗎 謝謝 這個這樣啦 走法律程序一樣 協調仲裁訴訟 總是走律過程 還有一點啦 一樣 要相信專業 這到底是要告要告要怎麼告還是要怎麼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花錢聘律師 律師也不便宜 最後一題好不好 大家今天都問過一輪 那個我們一定是好不好 最後一題了 不好意思主席 我想要先針對剛剛合約的部分 因為第一個合約的話是說有450萬元的銷項 不過是這個銷項 這個錢是已經有捐出去給其他單位了嗎 那這個錢是什麼時候捐的 因為現在外界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被發現之後才將這個錢捐出去 那另外的話 第二份合約的話 就是跟靖總來簽的這一份授權的話 是您自己簽的嗎 還是說靖總這邊的人 當時是知不知情的 以及說這個百萬 這個授權金百萬變成千萬 當時是誰決定說 讓他們可以收這個1500萬的金額 好了 好 不要再偷渡題目 好 來 一條一條回答 對 常常你問到第三條就忘掉你第一條問什麼 第一條 這個就是今天的問題 那個錢的支出是財務長自己 自己覺醒就出去了 所以那個一千如從靖總到牧閣 就我現在問過來 除了李文中沒有其他人知道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 我跟牧閣的約 坦白講 上面也沒有寫說什麼要多少錢 要不是這個事件 你知道我回去問才知道說 他有寄錢給我 因為平常我沒有在看印章跟存 我沒有在保管印章跟存折 那錢捐出去是這樣 對我來講 該捐出去就捐出去 然後捐給誰 其實我是問周宇修的 因為他當過我們台北市的社會局局長 他說捐給誰我就捐給誰 我也沒什麼意見 還有第一條是什麼 好 剛剛主席都回答了 因為大家問的問題 其實問到的核心都已經重複了 就是大家問的問題其實只是換個方式問 那我們今天也真的是讓大家問好問滿 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是不是邀請主席先幫我們留在台上 那也請我們現場的黨公子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向我們的支持者來致意 我們是不是邀請主席留在台上 然後黨公子我們一起上台來 那請幫我把這個移開 好 因為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知道第一線的支持者 一定遭受到了非常大的 質疑懷疑跟不捨疑慮 焦慮 他們甚至認為說 是不是在第三勢力在這段時間之間 遭受到了這麼大的摧毀 會不會從此我們第三勢力的火焰就會熄滅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都還在 只是在茁壯的路上 或許我們犯了錯 或許我們還有需要更進一步的來改進 我們也要向全國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們 至上深深的致意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的確還是會在這個第三勢力的台灣的茁壯的路上 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 也謝謝現場所有的支持者 謝謝線上收看的好朋友們 謝謝媒體朋友們的關心 我們會繼續努力 重新振作 我們會繼續團結一致 一起讓第三勢力在台灣 有一個強有力的監督力道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也謝謝上台的黨公職朋友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好謝謝大家 謝謝 主席你請教 那黃山山委員會有怎麼樣具體的負責方案嗎 阿伯加油 阿北加油 六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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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鏡加油 你想要什麼 不知道這誰的 誰的 我們下去一樓 走走走 公開 西偕 大廣場 和二人 排口 大廣場 排 Kelly 為什麼是最高生難物的 試過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鬥 你先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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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我們要出去 他會處理黨的決勝 你先鬥 你先鬥 不好意思 不是啦 我們要用快出去照 小心 你先鬥梯 不好意思 小心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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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板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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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謝謝 這位都講了 這位都講了 麻煩來 剛剛都開了吧 玻璃門 後面有玻璃門 後面有玻璃門 你們到外面去 後面有玻璃門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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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小心 加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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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急了 不要再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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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合援加油 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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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主席聊過 掌握了嗎 給我們一條路話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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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給主席什麼建議嗎 有給主席鼓勵嗎 還是有其他 認為可以接主席的人選 會接主席位置嗎 會不會但是一群龍無首 車子要換嗎 小心 小心小心 趕快起霧 這就結論太久 再發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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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揮加油 過分 站定在這裡 好 來 現在這個結果 主席他說他要請假 那你們會擔心說接下來三個月 在黨內可能會有另一波的 一些黨內權力鬥爭 我想因為我們台灣民眾黨 有台灣民眾黨的這種 黨規啦 那確確實實 如果主席請假了以後 我們 這個秘書長 周秘書長已經講得很清楚 依照我們的黨規 就是這些 中央委員還有中央 評議委員要研究 出一套 符合我們的法規 而到底是推選 或來指派 那看起來主席他請假 主要是要 讓中評會去做 更深入的調查 那他請假的目的 不是說他不負責任 或者有其他 什麼原因 他認為應該要尊重 中評會 讓這三個月 讓他們好好去調查一下 其實我特別跟各位報告 我們台灣民眾黨的中評會 他獨立行使 他是 誰都不認賬 誰都不賣賬 所以很多 很多黨派 我不曉得他們的中評會是什麼 據我了解我們中評會 是公正如私的 所以也讓主席 既然決定要請假 就讓主席 讓我們中評會 去做一個很明確的去調查 這樣也是一件好事 那對於中 中央委員 誰要來代理 這個要中央委員會 好 中央委員會 再來做決定 你會想要統一的人選嗎 沒有 這個人選 現在都沒有議事 包括主席到現在 都無權去指派 任何一個人來的 因為我們的制度 就是要委員會 那個 互推 所以到底現在 人選是誰 那 真的不曉得 要等開中央委員會 我們再來做決定 你有議員嗎 這個還是要委員會 來做決定 委員哲政男你要扛嗎 那你自己本身有意願嗎 哲政男你會扛嗎 我是這樣啦 我是做事的人 那當然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們委員會有委員會的決定 委員會有委員會的決定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很快就會召開委員會 因為我們一個禮拜召開 主席既然宣佈他要請假 那請假當然 他還是要送到 中央委員會 通過以後才可以准假 那中央委員會認為不准 那可能他也不能請假 可是我看我們 這個主席 他是一味的 不要給中央評域委員會 有所困擾 所以他請假 讓他們好好的去調查 這也是對 對中央委員會 以及中評會的一個尊重 那至於准不准假 那個要中央委員會來做 昨天黨團主委有說到 現在黨內有私下的意見領袖 在做余奴 那會不會擔心 這一波可能會有人趁虛而行 其實沒有耶 據我了解沒有 因為我想我在台灣民眾黨 算也是嚴老期 我是沒有聽到這個事 有人會希望說這個時間 怎麼這麼快來處理 你們在拖得越者 各方勢力 才能夠讓他們 沒有啦 這個秘書處會做頭上的處理 應該時間不會拖得很久 因為今天 像一次講清楚 一次讓你們問了 那事實上大家已經炒作了 將近快一個月 裡面說 兩千萬的差額跑到哪邊去 那好 這個是 當然是我們的瑕疵 可是事實可以證明 一千九百多萬 是該報的而未報 那事實是證明這樣 所以 我還是覺得這樣啦 這個 大家很關心這件事 那其實 主席他都很誠意的 自己 也向全國人民道歉 也向小草來道歉 那事實上來講 我覺得 他已經有這種 承認這些 確確實實是一個瑕疵 當然 我還是要呼籲啦 我們全國的 民眾還是要給台灣民眾黨一個機會 當然 有錯 我們就來改進 那 今天 也謝謝大家 但是 我相信 他請假 中央委員會 到底準 或者 推選 代理的人 這個要開會 再來做這些 你會覺得洪生生是要起司令嗎 他這個 中評會已經做主份了 我想任何事情 我個人是認為 進選的總幹事 要負監督之責任 那會產生這個問題 當然總幹事還是要負責任 負一個政治責任 那在質疑請不請辭 我想這個個人意願 還有這種中評會他們做的決定 我們都還是要去尊重 好不好 那未來如果主席 未來如果主席真的有發生 法律的問題 或者是中評會決議要開除的話 您會支持主席去請辭 因為剛才吳孫成就說他 可是柯文哲絕對不能請辭 沒有啦 其實我大家都知道啦 因為打開窗戶說兩話 台灣民眾黨 確確實實 柯文哲 他是一個 一個不可多得的一個主席 那當然發生這個 他心裡面也是很難過 心裡面也很難過 那至於說 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要請辭 是不是一定要離開 我認為 因為中央委員會是合一處 也不是說 他個人要怎麼做 其實 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 我們台灣民眾黨 表面上看起來 你們會覺得說 這裡有聲音 那裡有聲音 其實我們滿團結一致的 蔡壁如回來的話合適嗎 沒有 這個是他個人 因為我在想 這些決定 通通中央委員會來做決定 個人在講什麼都不算數 剛剛提到黃三香 是政治責任 其實要他親自的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跟妳講 中評會如何處理 我們就尊重他 已經個人沒有意見 因為中評會 他是合一致 七個人 我坦白跟你講 他們 都有自己的想法 中央委員 是因為有票嫌 指定委員 還有像我們 不分區的這些 當然委員 所以這些的架構方面 都是會坐下來 大家談出一個結論 這樣才算數 其他到底誰回來 誰有可能 誰逼公 這個都是謠傳 這個都是照片 據我了解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訂閱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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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